《幽浮龍》的國昌漫畫 我看了很多年 支持我 年輕人都不會看 《程義結》就是《程義結》 看慣了 喜歡以前《龍虎門》那些 你們喜歡港漫會買港漫 他們喜歡港漫就買港漫 這裏是漫畫迷的寶地 這間店的老闆新歌是寫畫出身 曾經熱愛漫畫 現在千方百計撐住他眼中的夕陽行業 即使我有信心做下去 不代表漫畫市道繼續好下去 過多幾年後 漫畫比例佔兩三成 某其他產品都不出現 就像一個密室 大家只有這麼多空氣頭 大家早晚會寫 全盛時期 店舖的博裝漫畫 有幾十種選擇 現在只剩下六本 一本漫畫可否看不到我控制 是出版社他們自己努力 這些我控制不到它 如果這本畫得不好 我就拿另一本好的 來介紹給讀者看 我覺得他們 好像大家拿早日和尚的感覺 現在新歌的店 港漫還可以佔一席位 但是再遲些呢 我現在不可以靠賣漫畫 我要賣漫畫 我要賣漫畫 你賣漫畫 市道是死路一條 真是死路一條 賣書他有幾招 有幾招 基本上 翁美玲小姐 去世後 是得出的 所以名字叫 雲段台山 當年是幾元本 後期 近期成交價 都差不多四千多元至五千元 阿Wing自小喜歡港漫 喜歡到每個月拿三萬元出來 在工廈租了六個單位 開店頭回收二手漫畫 還便費為補 知道嗎 像這一樣 齊套的 五百五十二本 到七元本 到二千元了 不太難賣 聽起來好像很好賺 但是除了要儲回整套 才可以賣 收書之後 還有大把功夫要做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已經一塊了 接著就帶著它 封緊一個位置 總之沒有多餘位置剩 網絡雖然改變了閱讀習慣 但阿Wing的店舖 依然嚇刺雲來 近幾年多了一群新客 哪一群新客 新加坡、馬來西亞、台灣、外國 這群新客過來賣書 所以就叫做 前幾天這群人出現了 我不認同港萬語死 一定有它的再出頭日 怎會是港萬語死 因為始終有香港人 一定有港萬的 就像天阿遊 一群新客人 新客人